哈喽大家好,我是李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台湾已经出版的 日本少女漫画奇幻恋爱类 虽然都是属于奇幻 但是今天要分享的五部作品 有的是诅咒 有的是死神 有魔女 还有异世界 第一位 伪装的弗雷雅 伪装的弗雷雅是一部 李空在还未出版的时候 就疯狂着迷的作品 终于盼到她的正式出版 弗雷雅是乡村小镇的一个平凡少女 有两位帅气的青梅竹马兄弟保护着她 但是通过了一场意外 弗雷雅发现自己竟然跟 这个国家的王子长得一模一样 甚至还被卷进了一场国家的叛变之中 在国家就快要灭亡之际 弗雷雅的爱人在她面前死去 陆陆续续每一个重要的人 都在她的生命中离开 她决定要代替死去的王子 好好守护这个国家 这个故事或许听起来没有那么刺激 但在漫画里面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节发展 都令人心痛又兴奋 许多你以为是男主角的人会死掉 然后会出现另一个像是男主角的人 然后她也会死掉 总之这部作品 离空还是想留给大家自己去翻阅 就不在这边爆雷啦 第二位 魔女300才开始 魔女300才开始在网路上的人气非常高 会出版一点也不意外 这部作品中没有恋爱 嗯...还是有啦 虽然这位300岁的魔女依旧单身 但是她的恋爱故事可是不停地持续下去的 在300年的生命中 这位俱如搞笑美魔女 在人世中不停地爱上奇怪的男人 看着各种搞笑生物在人间的愉快生活 这部作品充满了许多笑点 究竟我们的魔女会继续单身 还是会脱单 跟渣男在一起 还是跟小白脸男在一起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三位 魔法史的婚约者 这部作品也是转身题材的漫画 女主角转身到异世界中 过着平凡的贵族少女的生活 但是她的青梅竹马 却拥有强大的魔法天赋 并在异常意外中 女主角菲利米娜遭到了火吻 背上留下了伤痕 让男主角非常的自责 立志成为强大到可以保护她的魔法师 但是个性有落差的两个人 即使相爱也面临着许多各种考验 是一部看着两个小可爱疯狂撒糖的故事 第四位 死神附身的天工同学 这部作品也是很搞笑也很甜的浪漫搞笑作品 被死神附身的女高中生 与偷窥狂一般的变态死神之间的搞笑日常 虽然搞笑 但是死神与人类之间甜蜜的恋爱正在慢慢发酵 不只是死神还有战利女神 道合神也都分别附在了其他的同学身上 到底被神明附身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第五位 萧的婚嫁 萧的婚嫁是我蛮喜欢的一位作者 七位美絮老师的新作品 老师的另一部 我倦养了天才也是一部不错的小品 七位美絮老师总是很喜欢创作像这样子 有一点腹黑S但是非常忠心的中狗男友 配上天然小可爱女主 这次的萧的婚嫁 除了一样有常见的年纪差 腹黑与天然呆 还加上了奇幻元素 本来只是单纯的依照祖父的遗愿 与律师哥哥结婚 没想到 背后还有一连串的失忆梗 误会梗 串联成一串的爱恨情仇 实在是饭后非常适合配甜点吃的 精彩小八点档呢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的奇幻恋爱推荐清单 如果你心中有更加推荐的作品 欢迎留言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